而对田宇啊 还不了解的话 日后田宇的事也很多 田宇那算是黑龙江 二代里面的典型人物 因为这小他爸出事 凤山大哥出事 田宇也被设计了 田宇也进去了 知道吧 后来他改名了 他爸也出来了 改名给他改一个 叫啥 叫这个 田宇 他设计上这田宇是假名 那田宇到这家来了 老田 你看他王鹏啊 削鼻听着 那瞅瞅田宇就懵了 说宇哥你咋来了 田宇哥 田宇找手 找的呀王鹏 啊 不是 你是他伞呢 啊 这这一指这个谁啊 一指这小子啊 一指这个刘玉柱 王鹏就懵了 小陈讲话呢 那叫话可硬了 说我人多有在 天多有和我和我呢 啊 说说说整不好啊 那个这个 我再跪下 田宇讲话 超不要脸的 你说这话呀 你是他伞呢 啊 不王鹏 王鹏 不是 宇哥 那个 误会 误会了 都认识我 跟那个荣阳大哥 也认识 还有 不是 别废话 我就问你 就你这胸壁样 你还出来摆身 啊 就就这种 就是袁南 谁也没注意啊 袁南的养的都冒火了 袁南一瞅田宇 你妈 这比什么狂呢 他谁啊 他 他跟我朋友 能个灯喝呀 如果当年 在这个场合 王鹏要说 袁南能给我揍他 我负责 就袁南都敢上去 蹦他 那个田宇 袁南有这个劲啊 他听讲 但田宇这个气势 像王鹏 这不敢吱声 袁南南也纳闷 这比谁啊 这是 王鹏一瞅 不是 宇哥 不至于 这个也是我一个哥们 要我不能来 滚奴子 赶紧滚啊 我不管别的啊 王鹏 你赶紧给我滚蛋 你再给这个丫子 我跟你说 连你洗瘦子 啊 行 宇哥 我走 我不管的事 跟我没关系啊 那个 你们爱啥就啥地啊 宇哥 田宇姐 乖 对 宇哥 哪天有时间 那个 咱们一起 那个 吃点饭吧 我安排 我看我有没有时间吗 啊 有时间再说吧 走吧你啊 还干啥 我走了 宇哥啊 我走了 王鹏 灰一涂的啊 转身 王鹏下楼了 那脸 多难看老铁 一个小夫妇 小生长的儿子 赶黑龙江生 也叱咤风云的 这个人物 要田宇骂的 就跟骂起也是的 那老铁 王鹏出去之后 元南都没跟着 为啥呀 元南好心啊 正常王鹏走了 元南得跟着呀 但王鹏 元南好心 说为啥 元南得合计说 这个人物是谁呀 我他妈看看是热闹了 这小到底是干啥的呀 他这么牛逼呢 他这 给我鹏哥一顿骂 啊 他啥身份呢 王鹏江也猛了 王鹏江抽手大志 啊 王鹏江 啥王鹏江的耳朵就说了 啊 因为大志认认他 他呀 他刚才就走那个王鹏 他爸啊 那是父父 父生说 对呀 被他爸管 这小他爸是一把 王鹏江抽 哎呦 我去 我说这个王鹏 怎么见他面 跟浩健猫似的 有人说差一期 差那么多吗 本身天宇很霸道 你别看阴阳人 啊 这小子给黑龙江省 二代里面 他挺狠 知道吗 这个对他 没啥好下场 所以说王鹏太值得了 包括你王鹏 虎逼呀 都容易他妈 牵连到他爸 所以王鹏客气去走 那剩下这屋里边 王鹏江也猛了 哎呦 我这么大手 啊 假话呢 此时 啊 再瞅瞅刘于柱 柱于柱 赵的嘎的 赵的嘎就有点发呆 瞅着大 他也知道自己踢铁板上了 啊 他不知道田宇是啥身份 但他知道踢铁板上了 啊 田宇一回头 你啊 你你你骂我成哥了 啊 你信不信我成哥一句话 能整死你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在黑龙江省我能整死你 啊 你信不信你这店咋黄 你都不知道 啊 留意住一瞅 不是 那个 这个 我信哥 哥这不就是误会吗 哎 中江大哥 你看我也没说啥呀 啊 是不是 没说啥 王江把脚肚子一舔 你刚才骂我妈 挺欢的 你啊 你挺牛逼啊 你啊 田宇讲话了 中江大哥 你说咋办吧 啊 都成了起来瞅瞅 来 你妈的 小城起来了啊 你不骂我来的吗 啊 有意住一瞅 这又出了一个 这小子他妈 你啥身份呢 你看他把 不是大哥大哥 别别别别 我错了 大哥啊 不行那个啊 不行我这个 我我我我我我道歉 我我我 小城家话 你道歉 我操 一个大嘴巴 一个大嘴巴 给刘一周打的啊 打懵逼了 刘一只无脸 大哥 小城家话 立正呢 你妈的 又一个大嘴巴 两个嘴巴啊 卢一助 炸内嘎的 魅感 魅感之声啊 就滴了脑瓜子 小城讲话了 信不信 我他妈一句话 能整死你啊 又一电炮啊 哎呀 小城讲话了 田宇在这搞的你啊 我就他妈告诉你啊 你问问田宇 我没有这力度 我一句话 能不能让整死你啊 田宇讲话 没请牛逼 一句话 你咋死都不知道啊 啪啪啪啪 小城上去 哐哐哐 连续打了五电炮 啊 那刘一只打猛逼了 啊 刘一只做 做无脸 又无脸的 打得跟猪头 哎 大只一瞅 行了 杜成啊 差不多得了 杜成讲话了 你妈的 你狂 啊 咋的 王鹏咋的 我告诉你 不吹牛逼 就王鹏在我哥们面前 都是个懒子 元南在后面一瞅 元南又不得劲 啊 在元南不傻逼 看着王鹏的表现 啊 杜成讲话 说王鹏牛逼啊 啊 王鹏在我哥们面前 都是懒子 啊 我他妈是谁 我就不告诉你 怕吓死你 行了 我过着瘾了 容江大哥 你过过瘾呢 王鹏瞅瞅 行了 面子都找回来了 那个 我就不 就不打起来 就不够神的 啊 你记住了啊 我他妈叫王鹏江 今儿啊 我就给你留点脸 我他妈不让你跪下来 但我告诉你啊 你他妈打声打的 哈尔比我王鹏江是干啥的 我他妈不挣不挣 一年我挣几十个亿 我随便拿出个零头 一两个亿 我他妈买你命 知道了大哥 知道了 我错了大哥 我让你讲话了 我他妈有一万 怎么让你死法 行了 那个 叫田宇兄弟 是吧 田宇丑 啊 你好大哥 哈吉店的王鹏江 这么的 啊 这个啊 小城哥 咱们出去 完美 回哈吉店 啊 这个这个 还不到十二点的 回去我跟你说 整明白的 咱喝酒去 哎 田宇丑 啊 哈吉店田宇也知道 啊 那是个有实力的企业 田宇丑 那走吧 大哥 哎 这个 哎 成哥 一拉成哥 胳膊成哥 你别去了 咋的呀 不太方便 啊 今儿人挺多的 你先回去 田宇丑 成哥啊 刚办完事啊 谢莫杀侣啊 啊 我行 我喝点酒 认识这些哥哥啥的 先回去 啊 哪天我单独找你 人多不方便 你说你还领个人 你这 先走 有人说干几个啥呀 小城烦他跟那男的肉麻那处 而且这笔见手受的 我这么跟你说 成哥一度怀疑 田宇喜欢自喜 田宇有几次给小城哥吓坏了 那开房间非要跟小城哥弄不碎 小城讲话 我他妈不喜欢男人的 你看用着的时候啊 就想拿他当个被态人 用他的手找他啊 那是出手啥的 等办完事的啊 没结束 成哥讲 你先回去啊 你先走 回头找你 成哥 先回去 听话啊 行 天一转身走了 啊 跟那小对象说 我一手走了 等他俩走后 王农江一回头 哎 别走 哎 王农江讲话 我还想认识你 那那那那是黑龙江省的 那那那那一把大圆的手 儿子 我还认识认识 不是 别走啊 小城一丑 不用认识他 你他妈认识我就行 啊 不用认识他 王农江一丑 走走走 回喝酒去 哎 那老铁 在喝酒的洗剪呢 大致 就告诉王农江 说我告诉你啊 王农江 啊 农江老弟 你知道这小子杜成是干啥的 别看他岁数小 你知道他爹是干啥的 不知道啊 你可以去百度查一下 他姓杜 他爹也姓杜 你就查啊 不用查八九十年代 从金林省走出的人物 非常牛逼的啊 你就咱金林省那个米大巴 见杜成他爸 都得客客气气叫上大哥 你看米大巴牛逼 在咱金林省 见他爸就米老鼠 都得见他爸都得叫上大哥 没啥 在米大巴成熟之前 因为他爸就是咱金林省大员 姓杜 好姓的金林省磐石老家的 那老铁 一个金林省磐石出的他爸 那也就是咱们磐石最大的手的 那咱们磐石人 其实都挺为他之骄傲的 对不 哎 这时候在海南啊 当这个大员啊 就这个 王若江一想 哎呦 草 那么大手拉 啊 这废话不多说 啊 这不当天晚上喝的挺好啊 王若江讲话 认识大志之后 通过大志又认识小成 啊 行啊 这个刘勇 这个这个人脉挺广啊 第二天啊 王若江 杜成跟那个王若 跟那个大志 不就哎 讲话了 自己玩完也没给他住啊 就回酒店了啊 可能后来就回到东北了 回到沈阳了 那咱说谁 说王若江大哥 王若江大哥 把电话啊 就打给焦岩南 因为焦岩南也好信啊 说这小谁呀 他没问王若 王若江讲话了 焦岩南啊 你上我的哈吉店来一趟 我跟你啊 说点事 不废话 焦岩南撂了电话了 没有二十分钟就赶到了 他也好信啊 哎 东家大哥 昨天晚上给我棚哥 一顿吉本喝的那个 他是干啥的 还有啊 那杜成是干啥的 妈的 他是这么狂的 元南这个时候挺烦杜成的 啊 王若江大哥就说了 说元南哪 你那哥们叫刘勇的啊 这小子人脉挺广啊 大志呢 啊 那我不说你都知道干啥的 他爸是研究这个战斗机提速啊 什么小卫星啊 小定位啊 啊 人家爸是老钱的大徒弟 啊 那我知道啊 北行的吧 那杜成他爸 吉林盘使的他爸 啊 现在呢 在海南等一把 啊 那姓田的田宇 他爸凤山大哥 是咱们黑龙江省的一把 那你说王鹏见一面 能不低调吗 啊 我他妈一听这话 我可这么跟你说啊 以后你见那个叫大志的 他们都客气点 这帮人关键是个都能救命的 你知道不你啊 原来也不傻逼啊 啊 这么厉害 我鹏哥在他面前 啥也不是啊 但原来内心呢 还是跟王鹏近这种 说白了 他不是随便抱一个大哥 哎 就拜的那种 那老铁 就在不久的将来 他也没想到 他能成杜成的这个小老弟 啊 那也是最后 他的一任大哥了 他跟杜成其实想过一支付 那真就不吃亏啊 这杜成到哪吃亏啊 那杜成不吃亏号称他们不吃亏啊 那双战大哥的弟弟双宝号称他们惹不起 这俩人我跟你说 将来还有他俩故事呢 那一个不吃亏一个惹不起 就这俩小的事才多呢 那很快 哈尔滨之行啊 就结束了 啊 那这趟之行呢 也让杜成跟焦岩南俩啊 哎 算是第二次见了面 杜成呢 瞅焦岩南这小挺碎眼 哎 但焦岩南呢 对杜成呢 这个了解啊 不多 但是这回了解透了 这个他是干啥的的 他对他的好感并不强 那不管啊 好与不好 就像我喜欢第一次见我面 对我以前还不大好 他这小脾的脾气的 好像个流氓 那你看现在我搂着睡觉 我喜欢不说 1999 199998年 在外面啊 看见我啊 改一个游乐场所 大型游戏城 看见我 啊 我媳妇穿个小裙子一瞅 啊 比如说你看 这我这我这我好哥们 谁谁谁啊 日日日 这不都吃到内人嘛 我媳妇一瞅 哎 我妈 这小这小不爱学校 那小痞子吗 啊 我媳妇挺烦我当时 啊 但是一瞅我这 个头长相还挺顺眼 但他挺我烦 挺烦我这位爷爷 但是 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小会儿 把这一笑啊 臭美啊 臭不臭美的 你看这这玩意 啊 老体啊 基本的故事就讲到这了啊 嗯